今天带大家看一种酷似狗尾巴草的同事和本科之物白毛 试经里有手如柔蹄,俘如拧指 柔蹄呢,就是指白毛开花的样子,很柔美 后来直接指女子柔美的手 那么柔蹄是怎么来的呢?有多种说法 有说柔蹄本来是个美人的名字 蹄呢,在传题里,它就是个柔美的姿态 正好白毛花的花絮啊,也是那种柔美的样子 但是呢,这个读音啊,我读错了很多年 柔蹄,读一度好呀,读蹄,让人想起大株蹄子 白毛是河本科,白毛属多年生草本 这个白色的呢,其实是它的种子上面的官毛 开的花是这个样子的,花柱啊,细长,受粉后脱落 腹里面的官毛啊,榨开 种子成熟以后啊,风一吹,飘落很远处 萌花新苗,完成了它的有性繁殖 白毛最有特点呢,是它的根,素根,储存能量 这个能量呢,很大一部分是以糖的形式保存 所以白毛的根是比较甜的 小时候啊,满山跑,把白毛根当零食 其实白毛没开花抽税的时候呢 嫩花絮也是可以使用的 有甜味,直接生脚咽下 咸味素非常的丰富 白毛的草本枯死 白毛根来年又会萌发新芽 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所以白毛也是头疼的农业杂草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今天没关系 全部铁 maybe 咸 insult 一直不 생각 多植物人文